以色列星期二迎来两年内第四次议会选举 不过出口民调显示 各党派都没有取得61个简单多数席位 选举最终结果可能会出现旋制议会的情况 没有任何一派有足够的席位成为政府 以色列三大电视台民调显示 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阵营稍微领先 但是没有达到61席执政门槛 而对手利库德集团可能会以59席赢得选举 不过同样没有足够的议席 如果出口民调和最终结果相符 双方都必须拉拢以前部长本内特为首的右翼联盟 才能在120个国会议席中取得至少61席 组成联合政府 本内特和内塔尼亚胡都主张强硬的民族主义思想 但是他曾经表示他愿意和任何竞争对手合作 条件是委任他出任总理